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73集 杜家武艺太流产了 夏小兰面露古怪之色 并不是杜兆辉告诉她 是游历这个秘书当的称职 上一次收集过杜家武艺太的资料 就对港岛那边的八卦小报很是伤心 这一次许多狗仔拍到夏紫玉入院保胎 武艺太的事整天上小报 有心留意 自然别有收获 最新传出来的消息 武艺太的胎还是没保住 杜生果然宠爱武艺太 丢下国外的生意 赶回来宽慰武艺太 听说犯了好大脾气 夏小兰第一反应也是杜兆辉下的手 转而又自己否定了这个猜测 杜兆辉没这么傻吧 刚刚和夏紫玉在俱乐部有过不快 马上就对夏紫玉下手 生怕他爸太傻 看不出来吗 应该不是杜兆辉 那谁还会这样狠 杜兆姬 不 杜兆姬现在心思不在杜家后宅的事上 杜兆姬只怕还想拉拢夏紫玉 一起对付杜兆辉呢 特别是夏紫玉如今眼看着 被杜征荣特殊对待 一个关在别墅里 以色试人的姨太太 和一个被允许在正式场合 代表杜征荣交际的姨太太 可是截然不同的分量 杜兆姬只会拉拢夏紫玉 是四姨太啊 夏小兰嘀咕 四姨太刘可迎 杜中荣身边受宠十几年的女人 真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带着娘家大哥发迹 早前也曾把杜兆辉逼得喘不过气 刘可迎非常霸道 因为是家庭教师爬床 当上了杜家四姨太 刘可迎总觉得别人瞧不起她 和看起来富贵端庄的二姨太 贤淑温柔的三姨太都不同 谁得罪了她 她是马上要报复回来的 靠着这样恃宠而骄的跋扈 刘可迎在杜家站稳了脚跟 这都是杜兆辉 说要收拾刘天全时 告诉夏小兰的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刘可迎自食苦苦啊 当时杜兆辉是嬉皮笑脸说的 现在想起来 杜兆辉还真是会忍耐了 以前动不动就说 要把谁绑了石头尘海 最近也不说了 懂得借刀杀人了呀 刘可迎要置夏紫玉于死地 这仇是自打夏紫玉 进杜家门就结下了的 上回夏紫玉挽着杜征荣的手 出席征荣集团的春明宴 再到这次高调现身俱乐部 开业庆典 刘可迎的怨恨 自然越堆越多了 已经知道了夏紫玉重生的事 夏小兰对她 也不像从前那样态度轻慢 蠢是蠢了点 哄男人的确有一套 再加上知道大事 若有杜征荣相帮 可能真的会给自己的生意 制造许多麻烦 听说夏紫玉流产 夏小兰一边心里觉得 孩子无辜 另一边也没有矫情到 替夏紫玉心痛 说真的 夏小兰非但不惋惜心痛 反而控制不住高兴的 流产对女人来说不是小事 月份越大 流产就越是伤身 夏紫玉 要还把她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起码要老老实实养几个月身体 在这期间 同时还要费心笼络杜妆容 避免失宠 也就是说 有好长一段时间 夏紫玉不能再蹦跶出来碍眼了 夏小兰倒不是怕了她 而是正好趁着这时间 她能专心处理美国官司的事 按纳住 马上给埃里克打电话的冲动 夏小兰转而问尤利 罗湖天成的销售如何了 罗湖天成是上周五 三月二十日开盘的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两天加起来 就卖了一百五十一套出去 周末那天 夏小兰跑去参加高尔夫俱乐部的 开业庆典 后来直接坐飞机回京城 没来得及关注销售数据 这一周学校的事又特别多 系里既有给她放长假的打算 各科老师难免要给她开开小灶 提前给她圈一圈重点难点 所以夏小兰也特别忙 她只知道周末的销售数据是五十九套 略有滑落 周一和周二就没时间搭理了 是的 如今已经是周三了 忙碌中 一周的时间又要过半 小游都不用翻本子 星期一卖了五十三套 星期二是五十一套 夏总 截止昨天 罗湖天成已经卖出三百一十四套房 剩余房源不足百套 葛经理预计 这一周内就能卖完 一周轻掉一个盘 虽然是不足四百套房子 那也是非常干脆利索的销售情况 果然是华国房地产的蛮荒时代 这时候重点不是和其他楼盘竞争 而是让购房者知道 这边有商品楼 鹏城 已经不仅是启航一家 在做商品房了 罗湖天成之后 再开新盘 就要和其他楼盘竞争 夏小兰记得 鹏城的房地产市场 还有四五年好光景 先是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位 然后才是暴跌 暴跌那几年 他得避开 那个时间点 和穷岛房产泡沫破灭是相同的 说到底就是地产过热 国家要给地产降温 出台了震撼全国的十六条 全国信贷规模极具紧缩 穷岛在巅峰期 总人数不过六百多万 房地产公司 却有两万多家 1993年 国家出台十六条后 穷岛的房地产热潮 戛然而止 两万多家地产公司 在极短时间内 倒闭或撤退 炒楼亏掉家底的人 不比炒股少啊 不过那都是好几年后的事了 只要能忍住不贪 在1993年国家出台十六条 撤出穷岛 赚钱是没问题的 继续在鹏城盖房子卖楼 夏小兰还有点担心 会影响老汤 特别是知道夏紫玉 要涉足这一行后 夏小兰更不想待在鹏城 以鹏城为战场 输赢还是小事 如果爆出什么丑闻 老汤会受连累的 他虽然没管老汤叫爸 老汤却把他当亲闺女 只是一个称呼 事实上老汤在他心里 也是父亲的分量 继父也是父 夏小兰总不能专门坑爹吧 不如去穷岛赚赚钱 他家城子也在那边呢 至于知道穷岛会有房地产泡沫 这钱赚的有没有亏良心 别人也没少赚呢 起码叫他赚了 还能为厨英启航计划 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援 夏小兰想到就做 小游 罗湖天城的房子销售算是稳了 还剩几十套房 问题不大 等这边忙完了 你和葛剑出差去一趟穷岛 重点考察一下路程和椰城 看一看那边的发展情况 路程是未来穷岛最热门的旅游城市 天涯海角就是路程吵起来的景点 椰城则是穷岛的省会 顾名思义 椰子非常多 呵呵 夏小兰有点口渴 他想喝椰浆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